大家好,这里是汪哥说电影,我是汪哥 今天分享一个孩子眼中的大人世界,周末 周末这个词啊,在小男孩心里很特别 在他父母离婚之后啊,他的周一和周五是和妈妈一起度过 许是刚搬家不久,妈妈的家里还是一副乱糟糟的样子 而周末的时候,小男孩都会去到爸爸那里 爸爸喜欢摇滚,嘴角常常叼着一根烟 而爸爸所在的公寓,收藏着各色各样的玩意儿 他们也会在一起品玩,或者吃着各类蓬化食品 只是睡觉的时候,小男孩总是习惯性的爬上那个红色木马 也许那个地方才有安全感 很快,周末过去了,小男孩又回到了妈妈的身边 好像只有在梦里,小男孩的家庭才是完整的 是充满欢声笑语的 只不过每每从这样的梦里醒来,小男孩都会更加失落 不久后的一天,妈妈家来了一个围巾男 他手里捧的花让妈妈很开心 可小男孩却有些不知所措 转眼,周末又到了 小男孩有些迫不及待的去到爸爸那里 可在这一回的梦里 他却梦见了那个围巾男头上长了一个蜡烛 以至于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 小男孩都不愿意和围巾男接触 好在他还有一部分时间是和爸爸在一起 可是不久,爸爸也有了新的对象 就在他从爸爸家回来的这一天下午 妈妈好像和围巾男吵架了 围巾男对他的态度也不似从前了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围巾男在梦里越来越可怕 差点就烧毁了整个房子 终于,妈妈又变成了一个人 可爸爸那边好像朝着新生活迈得更近了 他最爱的红木马就要不见了 因为爸爸要搬家了 这一次,小男孩回家的步伐显得格外沉重 妈妈这边却发生了改变 他拒绝了围巾男的和好请求 转而全身心投入了会计的备考当中 空闲时间两人也会装饰屋子 因为他们准备要迎接圣诞节的到来 可爸爸也很少再过来 但是在小男孩的梦里 他骑着那批红色的木马 回到了曾经和爸爸玩耍的那个家 那里的一切都还没有变 那里甚至变成了爸爸妈妈家重叠的样子 因为那可能是他心中最美好的样子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在小男孩的心里 他不知道曾经的生活为什么变了 他只知道那是他的爸爸妈妈 全篇无对白 却用孩子的视角去展示了离异家庭 对于孩子的影响 离婚对他来说可能就是一个词语 可慢慢的 安全感也在父母间来回穿梭中消失了 那种生活被分割的感觉 但这个时候的他还是幸福的 只不过他的家一直在不停的流动 直到母亲的新男友闯入他的生活 才让他频频做噩梦 孩子不应该为父母的婚姻买单 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快乐成长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